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酥炸韭菜卷 不过韭菜到底有什么营养成分呢 老婆你还记不记得韭菜又有什么样的别名 启阳草 它又叫做启阳草 其实在中国古代它被当作男性的补品之一 虽然有人叫它建菜或者叫它穷人菜 因为它随便种随便长跟野菜一样 但是吃起来真的对男性有一定的功效 现在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寒流化合物 所以它会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但是对男性也有帮助 所以我们讲过 葱是不是也有寒流化合物 蒜也有寒流化合物 所以这一类的植物啊 被佛教定义成为五星 生食称慧而熟食发营 生吃了脾气容易上来 而煮熟了吃 有可能让人怎么样 春情薄发 春天的时候吃韭菜 那这个效果会更好 另外我们知道壮阳的 还有另外一种食物叫做寒心的食物 也有壮阳的效果 海鲜类里面含量特别多 所以很多人把韭菜和海鲜拿在一起煮 那效果可能会更好 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有一道菜 我们可以试试看 不过我一直没试过 就是韭菜煮虾头 不过有兴趣的好朋友 那就自己试试菜试试看咯 韭菜除了起羊草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旧菜 救命的菜 这个菜曾经救过一个王朝 也曾经救过一个村庄 救过哪个王朝呢 我们之前几集都跟大家讲过了 是刘秀 对吧 刘秀和王莽打仗的时候 被王莽给打败了 兵败溃逃跑到一个老汉的家里面 敲了门 出来的是夏老汉 又饥又饿 怎么办 逃碗饭吃 夏老汉没饭可以给他吃 就割韭菜给他吃 好咱们说到这 大家要看往前回去看吧 每集都有讲个故事 今天我们要来讲个小故事 叫做石桌韭菜的故事 韭菜不只救了刘秀 还救了安徽北部一个小村庄 清朝咸宫年间 黄河在安徽一带溃蹄 溃蹄就算了 而且大雨连绵不绝 搞得民不聊生 只要民不聊生 就会出现什么 地方组织 晚北一带的地方组织 被称之为碾之 首领叫做碾头 继续成为一群人的时候 就被称之为碾之君 我们小时候历史课本还有写 跟太平天国齐名的叫做碾北 或者叫做碾乱 但是我去查了很多历史文件里面说 其实他们替天行道 怎么样 行侠仗义 还真的是解父济贫 很多老百姓对他们很有好感 但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被官府不容 他们其实也没做啥大坏事 他们就是专门去吃大户 什么叫吃大户啊 就是找那个大户人家 有钱人家 跑到他家里面去吃饭 而且逼着他 开仓正良 而且叫他们办酒席 给附近的灾民或穷人 一起来吃饭 你看这做的不是好事吗 可是聚集在一起 官兵就会去追他们了 没办法 因为聚集在一块 就有可能成为叛乱势力 有一天这个碾之君 在山里面到处乱窜的时候 被官兵追嘛 他们就到处走走走 走着走着 遇到了一个山谷里面的小村庄 那个碾头啊 他就想不要惊动百姓吧 但是也有可能是有钱人躲在里面 是吧 他就假装成为道士 走进那个村庄去看一看 走到第一户人家 敲了门就给他进去了 道士模样的人冲进去 屋子里面人都吓到了 屋子里面一个老人 一个富人 几个小孩 结果那个道士 跑去锅子打开一看 哎呀里面只有 没看到几粒饭的稀饭 小孩子正在哇哇大哭 结果他就一口把那个稀饭给喝了 他就跟这个几个 这个老汉的那个富人讲 你们是不是有钱人 如果是的话 赶快拿钱出来 自败什么 酒席 接下来土匪就会进村了 如果你们让他吃了个饱饱的 对你的全村 或者是对你家人 就绝对不会有秋豪进败 给大家平安度日 结果怎么办呢 没办法啊 这个老道后来出去了 这个媳妇跟全村的人讲 所有人都怕死了 很多人主张连夜逃走 但是这个媳妇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他就是穷人 他也没办法 搞不出韭菜 他也逃不到哪里去 一个老人 一个富人 一堆小孩 怎么办呢 结果他心生一计 就跟所有的人说 别怕 有我在 我来处理 老婆 他怎么处理 嘿 这个可好玩了 这个叫做穷则变 吃变则通 他一听那个老道说 要食桌韭菜吗 他就想起了 他家那个已经很久 没有用的那个石墨子 没道名的 还有什么墨子可以用 就把这个石墨子 给翻过来 变成了一张石桌子 他说石桌 他就改成石头的石 变石桌 那韭菜呢 他一想 哎呀 他们要的是 大酒大肉的韭菜一桌 他想了个半天 他就去家里面 把那个什么 韭菜 动员全村的人 把那个鲜嫩的韭菜 通通割下来 他就想 哎呀那石桌韭菜 不就这样搞起来 有张石桌子 给他炒一大堆韭菜 搞不好可以糊弄过去 他一想 哎呀这样糊弄 人家好像也不好 那咱们给他double好了 他就去弄了两个石桌子 摆在一起 他想 人家要石桌韭菜 咱们给他 二十桌韭菜好吧 两个石桌子 上面摆满韭菜 结果到了晚上 那一群铜飞 真的进来 其实不是真铜飞 只是碾 碾子啊 他想看看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钱人 藏起来 吓他一下会不会把钱都拿出来 结果一看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 也拿不出什么韭菜来吃 只见富人啊 看到那一群人进来之后 把锅子烧着 把鲜嫩的韭菜放下去 擦一下 炒起来 哇塞那个香味 扑鼻而来 一盘一盘韭菜端上来之后 那些碾子君啊 肚子也饿了 吃着吃 还真的特别像 可是有人觉得 这个人不是呼隆他了吗 怎么可以被他们给呼隆 正准备怎么样 拍桌而起 准备对这一村子的人 不利的时候 他那个碾头站起来说了 大家都是穷人 我想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才想出了这种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 晚北 安徽女人的 智慧啊 其他人可能早就跑了 只有他们断出了 十桌韭菜 而且他给我们的是 两倍分量 这样大家还有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吗 结果大家就怎么样 平安无事了 韭菜除了保固了一个王朝 也保护了一个村庄 所以我们说啊 韭菜韭菜 下酒好菜 十桌韭菜 维护一村人的平安 好嘞 酥炸韭菜卷 老婆时间交给你 神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璐姐 今天要做韭菜卷嘛 所以我们要先来调一个面糊 这个面糊呢 我这边用的这个是中筋面粉 好 我就先倒一些 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头 没有在秤多少多少 就是 也就是粉加水 把它调成像优格的这样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我加了这个 这个叫蓬莱米粉 它其实就是圆米 去磨成的粉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 因为我们家阿威啊 他说他们在印尼炸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加米粉 那我们上次试过以后 加了米粉 还真的蛮脆的 对 真的还蛮脆的 我就大约加一瓢 好 再来就是我们在这个粉里面 加一勺的盐 好 就这样一点点就好 就是让它调一点点底味 还有就是一些糖 好 就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口 再来就是这个 我加一些五香粉 这样子 其实皮啊 最后你这个韭菜卷啊 榨剩下的这个面糊 其实直接拿来 榨来吃也很好吃 对 就榨那个面 那个叫什么 好 反正就直接把面粉拿来炸 就很好吃了 我这边再加一颗鸡蛋 好 那这样子之后 我们就加水了 好 水就慢慢加 好 反正你就是调到像优格的那个稀度就可以了 好 稀稀的很好锅 对稀稀的 然后不要太厚哦 如果太浓的粉浆其实也炸不脆 好 我们自己先调一下 好嘞 你看 搅到像这样 这个稠度 好 最后我们要加这个泡打粉 好 加这个泡打粉就是让我们等一下炸的时候 它会 抛起来 它会烹起来 对 有些人会加啤酒 就是刚才的水 把它直接用那个啤酒来用 这面粉里头再把它加一点油 为什么要加油 这样等下吃起来会比较脆 真的哦 对 可是它会融在里面吗 会啊 真的哦 好 这样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给它备用 好嘞 我先抓一些这个韭菜 我们先把它汆烫一下 把这个水煮背哦 为什么要烫这个 就是这个是等一下的绳子 等一下要绑韭菜 对 你如果没有烫过它硬硬 你绑的时候会断掉 对厚 所以拿这个当做绳子来绑韭菜 对 有道理哦 烫完之后就不会脆了 对 它就变软了 好嘞 大概烫个一分钟而已 好 这样子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好 OK 好 你看我先取这些韭菜哦 那如果我现在折啊 我这样折 这样折 它这一头就全部都是 头 头 就太硬了 嗯 那我现在就把它分成两半 把它交错 就头对尾交错 这样子 好 这样我们再卷 这样卷的话 口感会比较一致 有道理哦 对 好 取一个绳子 好 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绑起来 好 就这样子 把它打 打一个平 就 一般的结就对了 对 这样子其实它就不会跑掉了 好像它这个跑出来的啊 等一下我们再沾面糊的时候啊 我们再把它 就是它会裹进去 好 这样子一个就好了 很像一堆草 对 然后我们就把其他的也把它全部都把它绑起来 好嘞 现在来试一下油温啊 你看这个面糊 好 这样马上就飘起来 就代表这个温度已经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炸 好 好 这个 就直接 把它 沾了 对 好 就放进来 这很像日本的那个 天婦罗 对啊 对 对 然后呢 现在用的是最大火 嗯 才不会吸油 好 因为我们希望它是脆脆的 好 真的有点像 对 好 这样 这样炸的时候会不会黏在一起 嗯 其实不会 不会 对 你先不要动它 嗯 我就把这五个就把它全炸好了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叫做 葡萄 葡萄也是这样 就是客家葡萄 他们就是炸地瓜啊 或者是香菜啊 芋头啊 然后也是在那个面糊 好 所以是最大火 看好了 我现在大概看一下 还没 好再给它一下 怎么看 你这样看啊 这个颜色还没到 看颜色 对 再给它炸一下哦 就最大火不要关小哦 小的油会吸进去 好 好 你看像这个 油漏出来 这上面就可以给它再补一点 好 好 其实啊 你现在看这个 有颜色咧 旁边的颜色哈 上来了 就代表差不多了 我把它翻面 漂亮 好 看就觉得好吃 对 给它翻面了 有没有 你看其实抛起来了 有没有 有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泡打粉 泡打粉它遇到这么高温的时候 它会迅速膨胀 才最后样 对 所以它就抛起来了 有 漂亮啊 嗯 很疗愈耶 中间那一个 等一下 那一块是粉浆 我再给你 好 那它就把它翻过来 好 好像吹气球 对 很漂亮 好你看 这样可以起锅咯 漂亮 可以卖了 嗯 那我们可以一条龙生产 什么意思 我妈种 你妈种 我来妖货叫卖 然后你来炸 哈哈 好 你看这一块 这怎么都是烹的 漂亮漂亮漂亮 好这我们就先放在旁边 给它立一下一边 讚啦 你看 一听就知道是脆的 有没有脆 有 好 这样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试吃 漂亮啦 一月葱是二月酒 四月吃酒最对食 你看轻轻松松两三下 特便宜 这个酥炸韭菜卷就做好了 看起来又漂亮 这没多少耶 你看炸起来 对 真漂亮 谢谢我们还有很多韭菜 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热的时候才会脆 咱们赶紧来试吃一块 先拿个这个小块的试试看脆不脆 我们最喜欢沾那种泰式的酸辣酱 有 有 烧脆 嗯 好吃耶 还是很脆 外面脆脆 里头的韭菜很嫩 它就是个外酥内奶 而且吃到里面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juicy 你会有一点怀疑 这么脆的面皮下面 怎么可以包着这么多汁的青菜 好香的韭菜 油炸的香味加上韭菜的香味 都在一起 它那个油腻感就不见了 沾上那个清清淡淡的酸酸甜甜的 泰式酸辣酱 我觉得超对味的 咱们再来吃一块的面皮 我觉得这面皮特好玩耶 其实这面皮就很好吃了 吃吃看超脆啊 应该炸一些面皮来吃 直接吃面皮 好像气球了 不过吃配上韭菜啊 别有一番风味 趁着现在 4月底的时候 我觉得韭菜是最好吃的季节 刚下完雨韭菜 长得特别快 一定会特别便宜 把握机会 多吃一点这种便宜营养的好食材 好嘞 掌心办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酥炸韭菜卷 就到这里咯 咱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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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